男同志都非常非常適合來學佛 因為學佛的最高境界就是 看每個人都是佛 對吧 心裡很親近 看每個人都像佛一樣 那就算這個人做得很粗惡 或是這個人很多不好的心境 我們就會覺得 他只是還沒成佛 將來他必定成佛 男同志也一樣 男同志看到每個人就是 他雖然帶女朋友 但他還不是gay 他只是沒有遇到那個 領他進門的師父而已 將來他必定成為gay